看见了吗?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上厕所 太阳能板两边都已经拉开了 这底下是软板,不怕脚踩的 其实这个车贴想进里边偷东西的人 报警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早上好 现在已经都快中午了 今天的风还是很大 我们现在继续取快递 我这个垃圾桶到了 哎呀 垃圾桶终于到了 这是第3个垃圾桶 这回咱不怕丢了,有报警器了 大哥拿个快递 谢谢 哎呀这个桶买错了呀 20公斤不是20升啊,这比原来那个小啊 哎呀错了错了 刚才我手机查了一下 是我买错了 我之前丢的那个垃圾桶是30升的 我这次买的是20升的 因为我以为 第1次那也是20升的 所以就是少 买了这个10升 哎大家别看这个10升可能无所谓是吧 但是对于户外来说啊,10升还可能挺重要的 比如说你多这个10升啊 他就可以多装点水 是吧 你洗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方便点 还有呢他洗澡 是吧 你多晒10升水的时候 夏天你洗澡的时候 你就能畅快淋漓一些 是吧 再有呢你在一个露营地待时间长的话 你垃圾就会多 是吧 你可能20升就不够装这些垃圾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一露营地待个 三五天的话 他可能产生 五六包垃圾 是吧 可能你装的时候 就会帽 是吧 或者说 装无限 得嘞 那咱也没办法 就这么着吧 也不换了 也不退了 想姐呢 去这边的公共厕所了 正好我们不是取快递吗 顺便就到这个厕所 然后他上堂厕所 想姐呢 他就不爱去那个废墟 就是我们露营地那厕所 他觉得这个有点脏 但是这个 这个地儿的厕所 我就不爱去 因为什么呢 他就一个 南厕所 就一个坑 一个坑有时候你去的时候吧 他有人 你得等着 难受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人吧 你跟这待着吧 突然来了一个人 是吧 他等了你 那你也得着急 赶紧解决 做得都特别不痛快 还是那种大野地里 痛快 想姐回来了 顺手 牵羊 上堂厕度 还得牵 牵袋水回来 还得倒个垃圾 还得倒个垃圾 走着 上车 出发 看见没有 这才待了 一天 就产生了两袋垃圾 LATER 哎呦 这还挺难扒的呀 这个 这太小了 有点小我觉得 哎呦 真飞劲 不想给它拉坏了 拉坏了带的 到处飞着墨 行不行 有 嗯 上厕所 看见了吗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上厕所 这个用那个泡沫行 可心扔了 嗯 干嘛呢 小姐 装 火呢 又倒烫 你这些 小零七八寸的东西呢 对呀 看看 全都是 小姐的衣服 这一柜子啊 小姐这衣服 还没带全呢 还不是四季衣服呢 是不是 只要四季衣服会更多 这是我们的 备用的一个水箱 石升的 以前是个柴暖的 油箱 然后一直没有用 改成水箱了 太阳能板 两边都已经拉开了 开始充电 不电 擦一擦 现在肯定特别脏 上面 我刚才看了一眼 看看这板子多脏 哎呀妈呀 你看我们这板子吧 就有这个阴影 看这架子这阴影了 什么呀 那边也有 然后这底下这板子也有 这底下板子更脏 擦一擦发电效果会好一些 这底下是软板 不怕脚踩的 有人问你这上去不怕把太阳能不能踩坏吗 我这是软板 硬板肯定是不能踩啊 今天又刮风 真的 图伦贝尔这边天天刮 每天都刮风 就是晚上还好点 一到晚上就没有风了 白天就天天刮 像这个板子咱就胳膊就没有那么长了 够不到了 只有这块 还有这块没有遮挡 其他的 全都有遮挡 这 这两块有这种线的遮挡 有这块还好点可以给它 巴拉巴拉 但这块有线遮挡 然后这块呢 有这个 架子这个边遮挡 看这边阴影 这边也都是 都有阴影 最主要的是这两块 这个大阴影和这个大阴影 无论是什么时间 都会有遮挡的 所以它 效率也不会特别好 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你给我找一个 长的东西 长的 够不着啊 找一道 三点架行不行啊 三点架继续长了 一般吧 一步擦枪 好了,擦干净了 看 这回就干净多了 先下去了 把这个车贴贴上 小姐,这个活儿交给你了 我负责采用窗户 你负责贴 我贴不好 这有啥贴不好的呀 贴不直 那我来 贴这行吗 不不贴这 不贴这 别擦错了 擦错了 贴这 贴这啊 对 你往下点贴还是贴上头啊 都行 最好是贴下头 然后能挡着点这个里边的东西 可以 就这 把土擦干净的就行 有水没关系 贴这是吧 行 可以 弯也不行啊 这个 技术活儿 应该从 从这贴 是吧 这窗户是死的 这窗户打不开 但是这是一个圆弧 他得往这边 坏了 坏了 哎呀呀呀 哎呀 完了 完了完了 你看 向我上贴了 我贴的还不如你贴 没计划好 还不是你来呢 下一个你来了 你看我贴这不行啊 这回头下雨就开了 肯定回头一下雨就完蛋了 这个不行啊 这个回头下雨肯定就开了 在后窗户这再贴一个 这个交给你了 这个我不行 我可不敢贴 比划比划 行 完美 好了 完美完美 可以了 还有啊 行了 贴两个就行了 留两个 其实这个车贴啊 主要是什么呀 给这个里边的人 想进里边偷东西的人 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因为咱这个摄像头啊 监控是在里边的 外面其实是没有的 外面最好的东西就是 这个报警器 这不装一报警器吗 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抓小偷 因为东西搁在外面有时候吧 拿这些东西的人可能就是老头老太太啊 捡破烂的 对吧 你就算给它拍着了 这个东西已经丢了 你在报警吧什么的 喂点东西吧也不知道的 所以吧 有这么一个报警器 它要过来拿东西的时候 啪 报警 哒哒哒响 它就有一个提醒警报的这么一个作用 你这个东西可能就不会丢 要不然你看那个 水桶有时候我们水桶啊 然后夏天到了吗 桌子椅子都会放在外面 不会天天往里收吗 所以装一这个报警器啊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个东西现在是关着的 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开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